两名总统候选人黄国松和尚达曼 晚上在海峡时报社交媒体平台上 针对总统选举回答六道由年轻人发出的问题 第三名总统选举候选人陈清亮则是婉拒了节目邀请 在预录的视频中 两名总统候选人各有90秒来回答每一道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 身为总统会如何处理政治人物贪污的问题 总统候选人尚达曼指出 假设出现一个情况是 总理出面阻拦贪污调查 那么总统就必须出面让贪污调查得以进行 黄国松则说 一旦出现总理贪污或委任的公共服务部门官员出现裙带舞弊关系 民选总统的职责就是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总统的公共服务部门官员出现 其他问题还包括年少时的经历 如何塑造今日的自己 以及如何处理越来越多年轻人面对心理卫生问题等